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斯法汉有许多名声古迹和自然经典正不错 此外,在伊斯法汉可以看到和购买伊斯法汉的工艺品 伊斯法汉的工艺品尤其独特的风格艺术 精神和艺术的结合就像玉松式和铜的结合 在伊斯法汉可以看到和购买最重要的伊朗纪念品级是波斯手工地毯 伊斯法汉的中心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工厂集 伊马姆工厂也可以说是节点饭工厂 所有人都认识天安门,伊马姆是世界上第二大工厂 周围都是大巴扎,这里有四个元素 正经元素就是阿里卡普工,是一座沙发威 光潮四百年的六层宫殿 阿巴斯大地是英国看大马修和检约军队 宗教元素是伊马姆清真寺 革命后被改名是建于十六世纪早期 主要看见是清廷和造景 墙面上极其复杂多边的对称集和画纹 而且第一道大门和第二道大门角度不一致,牵着对着广场或者勉强卖家 这些元素就是西河洛特夫拉清真寺和孔雀清真寺 建于十六世纪初期,该清真寺有两大特点 记得细细观察,一时清真寺没有停烊和旋律塔 主说原理是清真寺,进口往西内部西游 所以不需要二时清真寺清廷 外部的颜色会随着太阳光线变化 到傍晚会逐渐变成粉红色 经济元素就是大巴扎 古老市场配卖伊朗所有的衣品 博士地毯和藏红花 从伊斯法汉中国流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流之一 河上有几座美丽的历史桥梁 其中最美丽的有三十三空桥和哈九桥 在这里自然与历史交集在一起 通过移动一个塔,另一个塔也开始晃动 这是非常奇怪和令人惊奇的 伊斯法汉的摇晃塔,自己来试一下吧 我们在伊斯法汉亚美尼亚人的特殊 有伊朗最好看最美丽的大教堂 欢迎我们中国朋友们来到伊斯法汉 来到伊朗,欢迎你们